今天咱们来到了尔湾的Portola Springs这个社区 来看一个有车道有后院的四房的大独栋别墅 每个房间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 一楼有卧室 二楼还有额外的客厅 整个房子是2500尺 四房四个卫生间 两层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一楼有大客厅 有厨房 有饭厅 还有一间独立的卧室 三扇大的玻璃推拉门通向后院 下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大家好 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Portola Springs这个社区 它是位于尔湾的东北边 这边自然环境好 交通方便 是位于半山上 有很多的山景房 像这个楼盘 它就有部分的房子是带山景的 咱们边看房 边聊一下这个区域 它为什么叫Portola Springs呢 这个其实名字起源于17世纪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西班牙的探险家 他叫Portola先生 当他探索陆地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口渴 就在这个陆地上去找水 当他走到这片区域的时候 发现有几个泉眼 正在往外喷着泉水 所以呢 他就把它命名为Portola Springs 也就是这个Portola先生 发现的泉水 咱们接着看房啊 现在呢 咱们上到了二楼 二楼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 然后这边是它的主卧 主卧非常的大 而且呢 它的天花板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看起来很舒服 另外呢 主卧配的这个超级大的卫生间 在卫生间的拐角处呢 就是主卧的衣橱了 美国的房子呢 通常主卧和卫生间做的都特别大 看起来就像两间房 那么相对一比较呢 次卧就显得小了 咱们现在呢 穿过二楼的这个客厅 看这边有两间卧室 还有一个洗衣房 其实咱们看 这个户型里面的次卧的面积也是不错的 而且呢 每间次卧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所以呢 这个房子是每间卧室 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这种户型呢 一直都是最热门的户型 极大的提升了房子的舒适度 而且咱们看这房子 一楼的大客厅 三扇大的玻璃推拉门 一楼有卧室 二楼有客厅 而且每间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户型呢 目前190万左右 另外呢 它还有这种景观的户型 从后院可以看到景观的 大概多加20万左右 那户型你喜欢吗 更多的信息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